欢迎收看本期立歌脱口秀 咱们聊聊偷听洞房这个事 在我老家呀 还真有这一些封建的老人 对自己的孩子呢 尤其是女儿洞房之时啊 那是非常担心的 总害怕自己的孤单出点啥事 就趴在这门口吧 给他偷听 有这么一位啊 老太太 招的是呢 上门的女婿 洞房夜就听上了 听见里边有什么动静呢 什么动静呢 其实啊 是新郎在脱衣服 把上衣脱了 里边背心也就全脱了 可就到这个皮鞋 这个鞋带 他就解不开了 左解不行 右解也不行 就是解不开呀 新郎也就着急呀 给他嘴里嘟嘟囔囔的 怎么就解不开呢 那怎么就不行呢 这新娘也就着急了 就说了一句 哎呀 你可急死人了 要不拿剪刀给他剪断了 当妈在这一听 那可不行啊 当时一脚就把门摔开了 开门大喊 不敢剪呢 剪完怎么生孩子呀 这姑娘赶紧就跟自己的妈妈解释 哦 当妈的一听 啊 怎么回事 她就放心了 结果呢 这个女婿也就知道 这丈母娘在外边偷听 好 你不是想听吗 那我就让你听个够 怎么回事呢 原来这个老太太呀 逼着女婿掏了不少的彩礼 又要冰箱 又要彩礼 啊 女婿也没办法呀 就都给了吧 可是这心里憋着气呢 好 可下算洞房了 我得让你听听 啊 她就一边干着啪啪啪 一边喊着MC 还带着节奏呢 是这么来的 我任意要冰箱 我任意要彩礼 我任意要彩礼 我任意要房 老丈母娘一听 哦 这是憋着气 也没怎么当回事 啊 怎么呢 她主要想听听自己的姑娘 有啥动影 因为她这个女婿呀 特别高大威猛 一米八五的大个子 啊 平时还打个拳击 练个举动啥呢 这姑娘呢 恰恰是娇小玲珑形的 不到一米六 这简直是最萌身高差啊 当妈的能不担心吗 别在洞房之夜 再把自己姑娘的小体格 给干散架子 所以呀 就提前跟她女儿说 她说呀 丫头啊 你和呀 你这个女婿洞房的时候呢 妈就在外边听着 你要是疼了呢 你就大喊 疼 疼 妈就冲进去 说什么也得把你救下来 明白吗 那姑娘一听 哦 你要是舒服呢 你就唱着歌 唱哪个歌呢 两只蝴蝶 啊 亲爱的 你慢慢飞 小心前面带死的玫瑰 明白吗 女婿说 嗯 明白 放心吧 妈 我都记住了 疼呢 我就喊疼 舒服就唱两只蝴蝶 嗯 行 这娘俩就伤了好了 所以呀 现在当妈最关心的是 姑娘什么动性 哎 你说这个丫头怎么就不出声呢 这给当妈的急一点 过了一会儿 这个女儿啊 终于就出声了 当妈的彻底就懵逼了 这该怎么办呢 女儿发出的动静是这样的 腾腾腾 腾腾腾腾 腾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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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腾 今天的立歌脱口秀就到这了 立歌脱口秀天天把你动 下期我们不见不散 拜拜 拜拜 立歌脱口秀天天把你动 搞不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